昨夜无中雪 紫游家新发 万里拂云卷毕山 青天中倒流孤月 孤月苍浪和汉青 北斗错落长更名 怀于对酒也双白 玉床金井水蒸容 人生飘忽百年内 且须酣畅万古情 李白达王十二寒夜独卓有怀节选 今日晨起 东华帝君站在疾风院中看着远处的风景 心中算了算 到范英谷已有月余 自己在此处的讲学已经结束 但为了凤九有一个纯净的地方养胎 众人还是在范英谷逗留了些许时日 这些日子几位尊神除了夜晚歇息不在一处 白日里几乎算得上是形影不理 折云上神也时时刻刻 关怀着凤九肚子里的小狐狸在 夜华时常也试着叠咒术处理着九重天的事物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日益隆起的肚子 盘算着凤九再过些日子恐怕是要生了 因此与折云上神盘算着准备和众人里 开范英谷 今日的早上东华帝君便通知各位尊神次日出谷 凤九看着自己隆起的大肚子 突然想到上一次出谷 东华说出谷便娶他坐地后 这一次出谷 自己恐怕就要生了吧 凤九不自觉地微微笑了 东华帝君伸手轻轻抚摸着凤九的肚子 折忍上神看着东华和凤九两人爱的模样 说道帝君啊 出谷之后是回酒重天还是去青秋 我瞧着凤九这肚子 恐怕不日便要生产了 还需商量好 免得再挪动 东华帝君点点头 思考着哲言这个问题 凤九道 出谷了先回青秋吧 我想着亲自看看青秋才能安心下来 东华帝君见自己的小狐狸 在此时依旧不忘自己身上青秋女君的担子 一副君王气度 帝君心中十分欣赏 道 好都医夫人我陪夫人一起去 凤九和东华帝君相视一笑 白浅白真也在一旁说道 如此我们便一同回去 说起来我也很久没回去了 白浅有些欢快地说道 白真也是在一旁点头 凤九见状 眯着眼睛笑道 总之呢哲言是肯定要跟着我的 所以小叔就算你不说你也要回青秋的 哲言长叹一声道 我真是欠了你们白家的 白真悠悠说道 青秋不好吗 哲言微微一愣 随后不动声色地将白真的茶杯珍上茶 一边珍茶一边说 青秋自然是极好的 这天上地下我就看得上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的十里桃林 另一个就是青秋了 不得不说 哲言上神说起漂亮话来 也是十分十分地得心应手的 在场的白家人听得此话都喜笑颜开 但其他人就有些不乐意了 说起来 九重天是神族管理神族的地方 自然是极好的 方掌仙山是祖龙亲自选的地方 那字不必说 昆仑须更是仙气蓬勃的神族圣地 但哲言上神可不在乎别人高不高兴 他只在乎白真高不高兴 白真高兴了 哲言上神才高兴 白真不高兴了 哲言上神便又要天南地北地找白真了 总而言之 青秋九位湖白家把世里桃陵的凤凰族 哲言上神拿捏得稳稳的 众位上神自然明白哲言这番话的意思 也不与他争辩 毕竟凡间俗话说 明差时作妙 不毁于装婚 更何况只是言语上的便宜 遵什么还是很大度的 东华毕竟看着凤九 思考着哲言的问题 突然想明白的是的 说到去了青秋之后 我们就回九重天收拾些东西 然后去碧海苍林 那里灵光大圣先则纯玉 我们就在碧海苍林陪着小白知道生产 如何 哲言上神上一秒还陶醉在自己精致的好听话里 下一秒听到东华帝君的答案 瞬间恢复了正经尊神的正经模样 道 若是在碧海苍林那自然极好 等邪神先进不来 妖魔鬼怪子不必多说 哲言上神顿了顿 看了一眼少婉 道 少婉 你也别着急回困伦虚了 一起去吧 少婉不明白此时为何哲言提到了自己 但想到碧海苍林的景致 少婉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也不问问莫冤是否得空 少婉知道 只要是自己的要求 莫冤总是会答应的 如此大事已定 众位尊神便各自散了 待明日一同出谷 范英谷中 一位清冷的姑娘拿着一方手帕坐在窗边发呆 寒风钻进房中 有些还调皮地扑到姑娘的脸上 但这姑娘却依旧不为所动 手里捏着帕子 反复思量 许是范英谷是个有灵性的地界 次日阳光明媚 已是过了龙洞时节 昨日还有春寒撂翘的感觉 但今日的日头却照得人微微有些发热 范英谷众人已在东华帝君等尊神来时的地方恭候着 远处 东华帝君扶着肚子隆起的凤九地后和一众尊神朝着这边走来 在这些尊神的周边涌动着十分浓郁的仙泽 这样的深厚的仙泽天上帝下 也只有这几位尊神才能够散发得出 范英谷众人觉得 自己真是三生有幸才能在短暂的仙生中见到如此气势蓬勃的一面 虎骨色西兰回车 仙知人系列如麻 透过东华帝君的诗的仙门 范英谷众人隐隐约约看到了范英谷以外的景象 青山碧水 鸟语花香 仙泽更是胜过范英谷数百倍仙门随着东华帝君等尊神的离去而消失了 后来范英谷的老学究告诉宗学中的弟子 当初透过仙门看到的青山碧水处便是洪荒时期便有了则尾狐足的神的 青秋 一夜青舟 双脚红金 水天青 影战波平 余帆早见 鹿点烟厅 过沙溪急 双溪冷 月溪明 崇重四化 区区如平 算当年 虚老延龄 君臣一梦 金谷空明 但远山长 云山暗 小山清 自大婚后 极少回到青秋的凤九 此时看着青秋的远山净水闭上眼睛深深地洗了一口气 虽然范英谷的空气格外纯净 但终究与青秋不同 凤九自小在青秋长大 对于青秋的山山水水自然是无比清净的 白家人向来无所拘束 且几十万年来青秋地界一向平安无始 最近一次受到挑战也是因为林须的原因 而林须已被东华帝君所收 青秋以及四海霸荒又恢复了从前的宁静祥和 东华帝君等人用了障眼法在青秋的市集等各处查看着 见青秋一切安好奉九的心也彻底放下来了 回到狐狸洞后 众位尊神在弥谷的安排下简单地用了饭 便各自散去 几日后自会前往碧海苍林会合 哲元向来操心 在临走时又特意对吃吻说 请他回到仙山多采些神之草带到碧海苍林 以备不时之需 回到九重天后 陈玉影响着今年的千花盛典的事 便准备去询摸一些新的花苗培育 连宋之小后便找了各种理由跟着陈玉去了 这寻找花苗总共花费了三四日的时间 这期间 陈玉和连宋两人日日相处 所说也是打打闹闹 但总归二人之间的情愫又升高了些 另一边 太陈公司命星君与众林先官分别告知众人 三日后帝君将不再过问诸事 若有需要帝君试下的是海请在三日内禀告 众人奇怪 帝君向来不问世事 但对自己所掌管的事物却是比较留意的 如今是怎么了 经几方打探 司命星君喝了不知道多少酒后 众人才知道 因着帝后不日便会生产 帝君要带着帝后去往碧海苍林 因此才下了如此命令 四海八荒先者此时方才明白凡间一句话 百炼钢化围绕纸柔 东华帝君对待凤九帝后便是如此 不幸运 第一句话 都贮复 最后 练水 先生 感谢观看